大家好,我是叶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一天的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售。 初始肖战是惊愿于他的笑容,他展开笑颜的一瞬间,所有美好的意象都一股脑的被收进了他弯弯的眼眸里,世界阴霾刹那烟消云散了,不记得今夜多少鼠语寒,轻中已过万重山。 真善美已经不是文学作品里把各种修辞手法所要想要极力表达的三个字了,他把活泼泼简简单单的呈现于他眉眼之间,他笑,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笑就是笑。 不过作为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几年的来说,再好看帅气的人也跟美景无甚区别,愿意远远地观望,欣赏,赞叹,给予疏离四亿的鼓赏。 但是不会轻易地入心,经过了无常聚散和人群冷暖,或多或少修炼了几分冷漠为一,眼尽了痴情烈影,也无暇去想,有汗吗? 可笑战的笑如酒,致暖致柔,致烈致醇,如兜头酒下的无声细语,这温柔不可避,不想避,避落满空,避无可避。 我在他的眼神中璀璨舒展,有什么跌落心底落款成圆满,于是放任着笑意成为心上的线。 庄子山沫里边有盐,君子之交淡如水,正正和乐的心迹。 肖战之与我是云边浓淡相宜的远山,是陶宫篱下的清欢一晚,是我浮沉看遍回首时候的那一缕红泥小炉糖梨烟。 这百味人间,我自懒洒而过,千帆与我无碍,但是却不亦遇见了一片璀璨星河,在不知觉间上了头。 越了解,越深陷,颜值是人与人相交时候的第一眼的缘,而人品则在大多数的时候成为了斩断这缘分的剑,或许沸腾着千半的烈焰。 毫无疑问,肖战属于后者,其实不需要过多举例子的,只说他在被网报三个月依然找不出什么污点, 只能够被某类人以声般硬凑的剧情来误导路人,却又吸引了一大批的路人成为他的粉丝的这件事情,就是一顶好的证明了。 他沉默日久,当他再次出现,更似羞辱挺拔,少年拔山涉水而来,依然干净从容,朗若长风。 像是忘了痛过的曾经,笑意盈满星谋,明明错落绵延成回忆绵长。 他说,我在。他说,大家好,我依然是肖战。 大爱于心,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懂,这一次他说,我们要学会与不同的声音相处,也尊重每个人正当发言的权利,在成长的时候接受批评,在困境当中释放善意。 有少人在他慈悲的笑容里泪流满面呀。 看着访谈里的他,想起了魏无羡单手拿着酒坛,湿湿然穿越街道的画面。 16年前的魏无羡从来都不会好好地走路,上窜下跳,左部右派,深遭一切都是兴起可爱的,不通通快快地奔跑怎么够呢? 16年之后,归来的魏无羡却是笃定从容的,玲珑心思看断了前尘,一身解春秋意,荣辱自鸣,以温柔换取希望,漫不经心的执着。 爸爸是武侠民,有一整面墙的武侠小说,所以在这些快意恩仇的文字当中长大。 细数曾经喜欢过的小说人物,好像都跟酒有着不解之缘。 萧尺一郎,李寻欢,乔峰,胡一刀,楚留香,还有魏无羡。 不是酒鬼,不过也喜欢小酌几杯,一醉无难是江山直几寻。 当然了,这么说是夸张了,喝酒不是说想要求醉,更不是为了借酒交仇, 而是酒与自己一种心境上的契合。 醉里乾坤大,万千颜色,春秋迭乎过,可以浅笑说离合,可以对酒当歌。 越了解,越发现肖战如酒,看似冲淡沉浸,安详无尊的一战, 引入喉才之,他热烈的肺腑。 写到这里又觉得好笑,被认为像是酒的人,居然是一个有名的一杯岛。 看到过很多张他在聚餐的时候乖乖喝饮料的照片, 他的自律和原则性由此也可见一斑的。 可是不喝酒的肖战,让无数的小飞侠不知不觉之间, 就上了头了,晕护了一整个夏天之后, 余味不觉,酩酊至今。 于是听他的话,认真学习,好好生活, 跟着他做能够力所能及的公益, 帮助人的同时,收获到了暖暖的快乐, 以戒为名,认真地修炼自己, 因为他说过,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 成为彼此的骄傲。 还有老阿姨也重新地使起了兴趣, 报名了绘画培训班, 学着它成为了微弱但是却执着的光点, 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所有的酒里面, 渗喜二锅头, 烈辣可是痛快, 呼啦啦的一团火砸进了心底, 无畏繁着都转自渡, 激进他孤勇的温柔和慷慨, 还我热烈的山河, 化作我悠然的来客, 而我一回首沉没进了一双温柔的眼波。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